Navan Cupertino草根组织Better Cupertino 推荐两名成员参与11月的市议员选举 其中一名是华裔赵良芳 赵良芳目前是Cupertino中小学联合学区委员 尚未做满4年但他决定换跑道 当然我还是很想在School Board上面 因为School Board上面还有很多我很想做的事情 但是我现在觉得City更需要我 她说徐区这两年来有许多正面的发展 包括家长对行政的信任 她希望把这个信任带到市议会上 较良芳是Better Cupertino共同创办人 该组织2016年成功阻止包括商场重建案 苹果公司新总部落成后 数万名员工进驻 造成城市交通拥堵 学校爆满 办公楼过度开发 该组织认为不论是包括或是市府提出的计划 对Cupertino长远发展有负面影响 因为今年在是Cupertino的一个cross road 我们今年如果不能够把Cupertino的 这种发展的方向拉回来 Cupertino将来就会变成一个是 很多交通啊市政啊都很拥挤 但是所有的市民都必须要为这些不好的决定 付更多的税来修复更多的这种不好的市政建设 Better Cupertino支持的另一位候选人 是工程师John Willy 他曾经在市议会发言 反映市民对过度开发的担忧 26台记者万若全采访报道